上回我们说到后池来到人间,本打算游历三界,来提升自己的灵力,可没想到却恰好遇上仙妖大战,人间瞬间生灵涂炭。 而自己也从那时知道了古君对自己的付出,另一边青木顺利取出日月己,还以此换取了后池嫁给自己,但目光受吴幻与景阳的挑唆,不禁以为是青木出卖天宫,勾结妖族。 好在古君及时前去解开误会,吴幻也在那时知道,原来一直以来,目光都还在想着如何重开神界。 吴幻会让目光的愿望得以实现吗?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千古绝尘第33到34集,吴幻因得知目光瞒着自己去与古君合作,想要重开神界,心里顿时恼怒不已。 随即他又来见被抓来的三手火龙,对其一番折磨,三手火龙最后痛苦难忍便表示,只要吴幻放过他,日后就为其马首施瞻。 三手这样的打工人,吴幻也能用得好好的,简直描述了一个词语叫做墙头草。 这一边青木与后池来到北海,青木得知百玄在北海之下,便想带着后池前去,而天启由于担心青木胡扯骗后池,便也跟着下去。 几人一番搜寻,确实在一个尘封的兵室见到百玄,可他们却发现,无论如何也打不开这兵关。 无奈之下,天启建议青木用太苍枪一事,没想到竟就这样打开。 而三手火龙受吴幻之托,前来夺回日月己,还用上了吴幻给他的上神之力,可以说是十分得意现在。 天启莫非还没认出来,这个火龙就是那日被你处置的。 凤然来到罗刹地找后池,却发现他早已离开, 而却在这里遇见警戒,才得知他是在这里净化煞气。 可这二人一定万万想不到,煞气都是警戒的母神,也就是天后无患这只凤凰在捣鬼, 真是可怜警戒摊上这样一个为非作歹的母亲。 随后凤然得知,后池已经前往北海,便立即朝北海赶去。 而这一边后池三人从北海上来,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受损, 毕竟三手火龙本就不是小妖,如今有了上神之力加上武器,那很失了得。 日月己没多久便被他给抢走,纵然就是天启灵脉都有些受损。 可以看得出来,无患未抢到日月己,这是对己人下狠手了呀。 凤然此时也正好赶来北海,连忙将天宫与青池宫的事情告诉后池, 他也得知百玄被找到的消息。 另一边三手火龙抢到日月己,当即就回去给天后,获得对方重大的赏识。 后池等人回到青池宫,他当即与谷君将误会解除, 而后又让其帮忙解救百玄,谷君不禁感慨倾慕的梦,竟然就能找回百玄。 谷君在为百玄疗伤时,就发现他又是为了上谷还伤及本源。 不过,为了不让女儿担心,他依旧表示没有什么问题。 有些话后池也应该可以听,一直欺骗,否则以后希望越大,失望越大。 这一边孙简来到天启门口,不断地询问天启的下落, 紫涵线下还不能说,没想到孙简顿时来了脾气,正想发怒时,只见天启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但面色依旧发白。 他当即训斥孙简,随后,紫涵见他体力不支,连忙将其服进去。 天启在后池面前一直都是爱开玩笑的人,如今却又为保护后池受伤, 不禁为他的单方付出感到可惜,青池宫这边,后池仍然在细心陪伴百玄,殊不知百玄就是白绝,青木与古君在外谈及此事,古君再次提醒青木,这次如若百玄苏醒,那么届时青木就会消失。 毕竟他与后池这一世的爱恋,也是为了弥补白绝与上古前一世的爱恋遗憾。 但即便如此,青木还是选择坚持爱后池到最后一天。 无论是青木还是白绝或是百玄,他们都对上古乃至线下的后池倾心相对。 可如果后池得知这一切,究竟又要如何是好? 不过此时古君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,那便是为何吴幻好四之道后池的身份,却还要置之死地? 于是古君不禁开始怀疑吴幻对上古的真心,以及当年所说的目睹天启杀害悦迷的事情是否属实。 看来古君现下这是开了上帝视角,终于开始怀疑凤凰的真面目了。 画面一转,古君来到天宫找到穆光,向其说起心中的困惑,让穆光自己想想吴幻到底为人如何。 接着他又去往罗刹地净化煞气。 穆光听完他的一席话,不禁陷入沉思。 没什么可沉思了,事实就是你的妻子凤凰欺骗了你,天启并非杀害悦迷的真凶。 而这一边景阳告诉吴幻,看见古君来寻目光,提及悦迷二字。 吴幻一听到这里瞬间担忧不已,害怕自己所做的事情败露。 于是决定迦太对青池公的监视。 后池发现百玄并非在修补神时,反而灵力正在溃散。 为了救他,必须要寻来三种宝物,可这三种宝物都极其难寻觅。 青木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陪伴他前去,没想到竟被后池锁住。 可是,后池也不知道,一旦百玄苏醒,那么线下心心念念的青木便会消失不见。 而青木也是为了后池的欢喜,选择牺牲自己。 两人也可谓是深爱对方。 后池独自前来寻阵魂塔,必须本对其十分戒备,但忽然看见他庇护地北城的情景,又是青池公少主,顿时改变心意,同意将阵魂塔接他使用,这让后池顿时感动不已。 这就是平时行善积德的好处,本以为后池取塔十分艰难,线下看来还是很顺利。 这一边青木也换来指人,替自己撕开封条。 他当即出去叫来凤冉,将此事倒置凤冉,然后二人兵分两路去寻另外两间宝物。 画面一转,目光坐在那边盯着月迷曾经给他的剑,顿时回想起古君与他说的话,心里也不禁有一丝动摇,可毕竟凤凰是他深爱的妻子,如今还是不能彻底相信他会撒谎欺骗自己。 即便不相信也没用。 吴幻根本不配当天后,可以直接当影后了。 他见目光怀疑自己,便开始哭腔做事称自己心痛月迷神君的陨落,目光顿时疑惑。 这一边凤冉来到玄金宫想要偷走妖帆,却恰好撞见森宇和阿沁吵架,待二人离去之后他才溜了进去,可他自己也没想到偷取宝物竟如此顺利。 不过,他一定没想到的是,其实这些都是天启故意借给他,还让子涵守着他顺利离开。 凤冉拿到妖帆以后便前去找后池,并将此物交给他。 顺便告诉青木去往天宫的事情,后池听到后十分担忧青木,便打算前去天宫。 而凤冉则前去看望景剑,顺便问其有无更好的办法。 画面一转,凤冉来到景剑这里,而景剑正在对着凤冉之前留下的凤语说话,不得不说,景剑看来与凤冉之间也是分般配,凤冉却不自知。 景剑则表示,据灵珠对天宫来说,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,天地兴许不会刁难青木后池。 这一边青木来到天宫,打晕侍卫想要进入偷取巨灵珠,不过吴幻本以为他是去偷日月己,便故意带着天帝前去抓拿。 回到大殿后,他不断斥责青木与青池宫和妖族勾结,想要危害天宫。 青木则直接说出吴幻的私心,天帝难道看到这里还没看出这杂毛凤凰的虚伪一面吗? 而此时后池也恰好来到天宫,凤女却奉吴幻之名早已在此等候,后池本以为青木出世,便使用手链上的灵力,借此提升。 当他来到大殿时才发现,吴幻竟然又在作妖。 于是他便直接将吴幻挑起罗刹地一战,以及指使三手火龙偷到日月己的事情说出。 这才是大快人心,不过没想到的是吴幻还能继续狡辩。 说罢,两人便大打出手,吴幻为了保命无奈使出日月己,但也同时暴露自己。 不知道吴幻是不是情况紧急之下,竟然做出如此蠢事。 一旁的目光都被此情景震惊。 后池与青木剑真相已经浮出水面,便要求天宫给出一个说法,这下子目光的脸瞬间绿了,此前多番信任凤凰,没想到如今落得这样狼狈下场。 他当即表示会给出青池宫一个交代。 然而就在事情都完结的时候,锦阳忽然带着碧玺前来,碧玺竟当众翻脸,乘势后池私闯地宫夺走镇魂塔,这让后池和青木二人瞬间震惊。 确实没想到碧玺竟然玩出这么一招,不过他也是无奈之举,锦阳用人间安宁来唤取碧玺如此。 目光得之后当即气恼,不过后池当即表示,愿意损耗百年修为来镇住煞气,而等后面归来的时候再接受成功。 目光剑、青木和后池都如此真诚,便答应二人拿着镇魂塔离去,不过后面再回来定罪。 要是目光知道,救的是白绝真神,那么还会要罚后池吗? 画面一转,吴幻摘下头关准备前往九幽,不过临走之前还要为非作胆。 让儿子锦阳替自己去放出煞气,到时候拉后池下水,逼得目光和众仙戒时只能惩罚后池。 锦阳跟着母亲这般危害三戒,简直跟锦招天差地别,到时候便是要作茧自负了。 这一边青木和后池走出大殿后便决定,一人回去救白玄,一人则去镇压住煞气。 而另一边森简得知,巨腰帆被盗走十分恼怒,便训斥还在喝闷酒的森宇。 可他却不知,这是天奇本人亲自允许的。 如今吴幻虽然被流放去九幽,可是锦阳接受他吩咐的事情,一旦将煞气全部放出, 那么到时候人间再次遭受大难,目光又要如何是好? 虽然拿到三件宝物,可后池又能否利用冒死拿到的三件宝物,将百玄救治好。 就算将百玄就好,可青木就要消失在三界之中,后池若是知道此事还会这么坚定的要救治百玄吗? 青木这边能否镇压住地宫的煞气? 毕竟此时锦阳正在前去想将煞气全部放出,好让后池受到惩罚。 好了,更多精彩内容,我们下期再见,记得点赞转发,再见。